網咖內穿藍色上衣的男子 蹲坐在旋轉樓梯上 完全看不出 剛剛他才在網咖內大鬧一輪 事發17號早上8點多 花蓮迷41歲黃姓男子 在國連四路上一間網咖大吵大鬧 公共場所行為脫序 嚴重影響其他人 警方獲報後趕來現場 店家現在不要做你聲音 你聽不懂是不是 你現在拿著鑰匙是當武器 要攻擊我是不是 警方手拿大膠水隨時做好準備 對方卻突然衝上二樓 跑進包廂 這場面嚇得其他包廂內的人 拉長脖子查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峙過程中黃姓男子 突然情緒失控 不然衝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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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遠景衝進包廂 好不容易才制服 結果在他身上還發現毒品 警方已附帶搜索時 於該男身上起貨毒品 安非他命及吸食器 全案一 妨礙公務及毒品 回覆防治條例 移送偵辦 黃姓男子不但身上帶著毒品 還在網咖鬧道引來遠景關注 過程中動手動腳 導致兩名遠景投手受傷 這下真的BBQ了 TVN新聞高中料子派花蓮 採訪報道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